这段情侣正在偏僻的森林享受假期 女孩忽然来了兴致想做运动 男孩麻溜儿的去后备箱找弟弟的头套 东西太多再加上太着急 只能一顿乱翻 这边的妹子已经等不及 回头呼喊男孩却发现人已不见踪影 这大兄弟也太不靠谱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竟然玩矿工 妹子以为他在开玩笑便走进寻找 转头一看竟然发现地上有一只耳朵 顿时吓得连连后退 突然身后出现一条裹满钢瓷的铁链 紧紧勒住了他 这边的一行四人是刚刚遇害情侣的朋友 他们车子坏了 所以被任命出来寻找求助 此时的他们对运动情侣的遇害毫无察觉 靠着八条腿 他们走了很久 终于发现了一所破旧的屋子 屋子周围到处散落着废弃的车辆 短发哥带头敲门 却无人应声 发现门并没有锁中人便直接进来 短发哥看着屋里的摆设 昏暗的屋子里散发着腐烂的味道 突然他看到了旁边的锅里的大骨头 顿时觉得这个屋子不简单 这边的长发妹来到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 发现很多墨镜 这好像都来自不同的人 好男人卷毛哥帮女友矫情妹找厕所 可马桶却脏得令人难以下定 矫情妹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 决定再忍忍 可突然他发现旁边的浴缸里 躺着一具尸体 吓得他赶紧跑出来 众人都觉得这间屋子有点诡异不宜久留 正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短发哥发现屋子的主人回来了 他们准备后门逃跑 却发现能被木板钉的死死 眼看主人就要进屋 危机时刻 他们只好躲到床的下面 随后三个男人走了进来 看着刚才还好好的朋友 此刻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趴在下面的四人惊恐地不敢出声 两人把妹子的尸体抬到案板上 拿起手去开始工作 谁也想不到 在如此美丽的森林里 竟然有这样一座痴人的恐怖屋子 此时的杀人魔 开始午睡 躲在床下的四人 看准时机 准备逃跑 一个个爬起来的他们 看着案台上的朋友 心痛至极 却哭不出来 长发妹轻轻打开门 突然门上弹簧拉扯的声音响起 短发哥赶紧用手握住阻止发声 忍者剧痛让卷发哥和矫情妹赶紧通过 就当他准备松手离开时 一回头发现睡得正像的杀人魔 正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为了避免被车辆追击 他们顺着山坡逃到茂密的丛林里 还没跑多远 矫情妹脚下一人摔倒 坐在地上寻求卷毛哥的安慰 卷毛哥一顿好哄才让他重新站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不知方向的他们 穿过树林来到一处空地上 这里到处都是遇害的车辆 看来这伙儿畜生 已经祸害了不少旅行者 此时远处杀人魔已经追了上来 四人赶紧毛腰躲在车后 看着三个魔鬼渐渐逼近 他们才发现 这是三个面目丑陋的傻子 当下他们商量对策 一个人跑出去 拧开他们的注意力 其他人趁空当去抢了他们的车 沉着冷静的短发哥 自告奋勇跑了出去 但没跑多远 就被大傻子开枪射中了 傻子们一看击中了猎物 便开心地朝短发哥走去 但短发哥腿已经受伤 被三个傻子抓住了 肯定就凉了 此时卷毛哥大声一喊 向反方向跑了过去 傻子们马上撇下短发哥 就去追卷毛 长发妹二人也跑过来 拄起短发哥 迅速跑到傻子的车前 长发妹开车 沿着小路一脚地板油 甩掉了车后追赶的小傻 此时的大傻和二傻 正在树人里追卷毛 卷毛哥一路狂奔 眼看叫和三人会 可突然停了下来 就这样 疼媳妇儿讲义气 又能抗事儿的好男人 卷发哥牺牲了 车上的三人带着伤筒 开车离开 终于脱险的他们 一路都不作声 不知过了多久 车子无法再前进 小路被巨大的树干挡住了去路 车子也陷进淤泥里面 无法出来 三人决定下车不行 而矫情妹却坐下来说 自己走不动 需要休息 长发妹一顿安慰三人 才顺利出发 此时的三个傻子 也沿着踪迹寻找着他们 以为摆脱噩梦的短发哥 因为腿伤停下来休息 他们也终于打算松口气 矫情妹抬头一看 发现一处护灵人的哨塔 三人决定暂时上去躲避 并寻找救命的屋子 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妹子 爬到这座孤僻的高塔上 透过窗户看着一望无际的森林 目光所及之内 没有任何村庄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 绝望的三人开始搜寻 可以用的东西 长发妹找到了一个药箱 帮短发哥处理伤口 矫情妹发现几只照明棒 直接打开 屋子顿时亮了起来 但在黑暗的丛林里 这次亮光就像杀人魔的靶子 随即 他们又发现一座电台 把其打开并尝试求救 而此时变态的傻子们 也找了过来 短发哥赶紧让他们把光亮遮住 但已经晚了 二傻子已经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 此时电台也传来了回复 被敲下去的傻子们看强弓不上去 便开始用火点燃了整个哨塔 眼看火势就要烧上来 短发哥纵身一跃跳到了旁边的树上 两个妹子也撞着胆 一闭眼跳了过来 变态二傻子健壮 毕马像猴子一样 爬了上去 树上的三人下的沿着树干 往旁边的树上逃 但矫情妹因为胆子小 没走几步又退了回来 结果 看到这一幕的短发哥 立刻拉着长发妹 转身消失在茂密的丛林里 他们沿着峭壁来到一座瀑布后面 暂时躲过了变态傻子们的追杀 二人在冰冷的山洞里 调整状态呆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 他们爬出山洞 继续寻找求生的出路 二人在茂密的丛林里不停穿梭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条公路出现在他们眼前 正准备开心之时 一把斧头飞了过来 原来是执着的大傻 发现了他们 活斗中短发哥摔下了山坡 而长发妹被大傻 一把蓝力暴走 此时一辆警车刚好路 短发哥赶紧下去拦截 原来是昨晚电台里的警察 可还没等他了解情况 短发哥见识不妙 躲到旁边的草丛 大傻子下来 把警察的尸体放到后备箱 在车四周查看 发现另一个猎物 已不见踪影 便准备开车离开 藏身附近的短发哥 为了救长发妹 便趁机潜伏车顶 并跟随变态傻子 回到他们的房子 正在折磨长发妹的二傻子 听见车声出来迎接 长发妹看着正被分解的场面 哭声连连 眼看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 绝望无助的他挣扎着 就在此刻 短发哥开车直接撞门入 解决掉二傻子 他赶紧去救长发妹 可就当他马上就要解开 捆绑的铁丝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双大傻 抓起他人了出去 原来是刚刚出去的 大傻子回来了 大傻子拿起锋壁的 巨普打的短发哥 毫无还手之力 二人还来不及喘息 三傻子也拿着 狼牙棒朝长发妹杂来 短发哥操起地上的铁链 从身后勒住了他 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 可这三个傻子的生命力 不是一般的夸张 三人都慢慢爬了起来 短发哥捡起地上的枪 往返退出屋子 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面对三个生命力变态的傻子 短发哥把枪口对准了 傍边的邮箱 二人终于自救成功 开着破旧的卡车 离开了这座恐怖的森林 当天夜里 一名警官来寻找失踪的同事 看着被烧成灰烬的废墟 警官缓缓上前查看